演唱的兩首歌曲都是族語歌 因為我本身是在台北長大的台灣族 如果大家對我有一些認識的話 就會知道我從小在族室長大 然後我族語是長大之後才開始學 雖然從小常常聽媽媽講 但是只會一些很簡單的那些生活用的 然後我覺得非常非常感謝 就是沒想到有一天我居然有機會可以用族語創作歌曲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那第一首歌是Vuvu的一天 就是這首歌是在講我的外婆 Vuvu在排完族語是 就是你可以是指阿公或是阿嬤或是外公外婆 那這一首歌我特別指的是我的外婆 然後我外婆是一個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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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說呢 他是一個看起來很兇 但其實是非常溫柔的人 然後第二首歌阿里吉利姆 就是剛剛那一首歌是在講我小時候在身上玩球的故事 好我今天很開心可以 跟大家在小地方見面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 然後來的時候差點迷路 你們是第一次來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這次人就在這裡演出過 沒有 兩三次 真的 哇你是前輩 他們都比我年輕很多 哇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好 那接下來帶來這首歌 前面講我的部落生活 那接下來帶來一個 現在我們都在台北 那這首歌叫台北風 好 我讓妳看 我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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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